第一岛链的这一种军事对峙 是没有停止的 当山洞舰在东海的时候 迷你之后就在南海 为大家做这两艘舰的对比 你就知道了 虽然刚才晃哥说 老龙老没法剥头刀 还要剥头刀 没法剥头刀就好了 对对对 你也知道质 共将近十万六千 十万六百吨 舰上你要知道 美国航空母舰 几乎等于是一个小镇 里面有星巴克 有电影院 共部署六千多人 它的飞行大队 就将近快三千人了 三千人是舰上官兵 三千人是航空大队 这个舰载机大概是九十架 所以说大概是 四到五个中队的打击力量 这是迷你之后 山东舰排水量 六万到七万多顿 但它不公布 舰上有多少人 所以我无从查几 应该也有千把人 两三千人是跑不掉的 可是中共会吹牛说 它大概可以搭载 三十六架的千十五 也就是苏凯二十五 但是经由军事学者 专家的计算 它搭载不了这么多 因为SU-25 也就是千十五 机体真的非常大 它不可能塞到机库里面 所以它只能原始的阵列 放在甲板上 所以它了不起 就二十四架 二十四架对九十架 你就知道我打你 绰绰有余 还有呢 迷你之旗有 最新的这个电磁弹射 我跟各位说啊 起飞速度啊 就决定了作战的效率 那呢 这是什么 那三冬级啊 基本上虽然已经有弹射 比辽宁号好一点 否则呢 他们都是挖跳式的 滑跳式 或叫挖跳式的 因为它没有弹射 所以说呢 用滑跳挖跳的方式呢 它的给弹啊 跟油料呢 都只能是正常飞机的 大概三分之二 到五分之三左右啊 所以说飞得不够远 挂弹不够多 两箱相较 基本上这是干嘛 三冬舰啊 是拿来给在地协力者的 什么意思 上礼拜才说冰推嘛 现在来之后呢 一定有人哇哇叫 丁凶站违啦 台湾为什么要挑衅呢 所以啊 人家做的是呢 实弹的演练跟操演 老共做的是什么 心理战 舆论战 做的是国内的大内宣 还有呢 给台湾的在地协力者 好好发揮 我跟他上礼拜我讲过了 冰棋推演过两天之后呢 果然图穷比线 蓝营的许多人呢 都没掉就跳出来 CSI无聊啦 做那推演啊 基本上把台湾拖下水啊 这个三冬舰来没多久之后 我相信呢 那些国民党的 什么军系立委等等啊 警察大学出身啊 一定又出来嘴两句 这是他的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刚才都讲的 秘密战 跟我们看 第17舰在连队上的F-18 F-18在Top Gun第二级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他还是呢 非常有作战能力的 4.5代的战机 搭配伯克级神盾驱逐舰 等等等等呢 由加州基地的 圣地牙哥出发 各位要记得 这是第三舰队 第七舰队呢 在恒虚恶 所以说呢 美军在太平洋部署的 有两个舰队 所以说呢 这时候跑来意思是什么 我绝对有能力 靠第七舰队之外 若必要 还可以加挂 迷迷之号 从圣地牙哥军港来辞员 这是他的性能 三冬舰我刚才讲 号称36架 但只能操作 实际操作24架 因为他是仿苏凯33的 签15 算是苏27战舰衍生型 但是呢 他的体积很大 所以呢 实战来讲呢 人家是90对24 所以呢 这个战力如何呢 我相信线上的朋友 很容易就可以比较了 因为迷迷之舰 他是1972年下水的 所以 他在去年跟前 有回到圣地牙哥港 去做一个翻新跟整袖 虽然这个船 这艘船年龄很大 但是呢 他的战力绝对比三冬舰强 因为 他们两个还有最大差别 我帮宇小老师补充一下 迷迷之级是 核子动力 三冬舰是传统柴油动力 就基本上核子动力 它可以在海上 它只要补充 饮水跟食物 基本上 它是可以无限制的航行 因为那个核燃料 不会那么快用完 但是三冬舰呢 可能后面 你要跟一个 那个尿袋 要挂一个尿袋 我们要手机 行动店有很多人 牺牲他会尿袋 三冬舰也要挂尿袋 因为后面有一艘 油弹补给 现在要跟在旁边 要不然它很快就没油了